从这两个亲友的例子 一个是牺牲了健康 另外一个例子把自己搞得很紧张 冒了很大的风险 为了省钱你觉得这样子值得吗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考量不一样啦 以我个人来说 我会觉得既然都要出国了 健康安全少风险 一定是我最重要的考量 我们今天要回台湾了 我是真正的素颜 因为我上飞机我都不化妆了 后面那个像是 Paris Hilton 这是凌晨四点半的汉堡机场 今年暑假我带姐弟回台湾学中文一个月 今天这集是我们搭飞机回台湾的Vlog 哈喽 今天是半夜四点 非常热闹这个汉堡机场 你看人山人海啊 好多人啊 我们从这边进去之后 就要跟爸爸say拜拜了 不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看到爸爸吗 好走吧 看这边要排安全 超多人的 二楼那边看起来好趣哦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C16登机 现在是早上快要六点 为了搭飞机我们大家半夜就起来了 到了早上六点的时候小孩子就觉得肚子饿 看一下要吃什么 我们等一下要搭的Eurowings也没有附早餐 早餐可以在飞机上另外自费购买 大家都要去窝老 所以机场非常多人 所以虽然机场吃的喝的都会比外面稍微贵一点 还是让他们在机场买早餐吃了 姐姐要开始喷鼻子了 因为我们现在要上飞机了 我们家姐姐在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常常会耳朵痛 每次上飞机的时候他就会准备流鼻涕比塞的时候喷鼻子的东西 让鼻子保持畅通 同时吃口香糖增加口水的吞咽次数 这样子耳朵就比较不会痛了 弟弟也说他偶尔也会耳朵痛 所以他借这个机会可以买一些糖果 在起飞降落的时候吃 偶尔会有过多次 你耳朵太长了 你耳朵在睡睡 偶尔会有观众留言问我说 我们回台湾或是来德国 是搭哪一家航空 如何买到便宜的机票 这个oil ring没有吃的 你如果要吃要喝都要另外自己付费 现在来到慕尼黑鸡塔 我从来没有收到任何航空公司的赞助 所以这支影片我并没有推荐任何一家航空 我所说的都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 当然也很欢迎你在留言区 分享你自己的个人经验 我们住在汉堡 汉堡跟台湾之间并没有吃飞的班级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转机 你猜多少钱 八块钱呢 这个就两块钱 好贵 这是有哈本 而且我发现那个Petter南部跟北部的拼法不一样 知道吗 我们这次做的是Eurowings和长荣的组合 这两家航空目前好像没有连线 所以我们在线上check in的时候要check in两次 但是我们之前习惯做的德航跟华航的组合就有不需要 因为他们两家有连线 多年来我们只需要check in一次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做长荣 我发现Eurowings跟长荣这个组合在慕尼黑的转机是在不同的航下 所以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 也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现在在慕尼黑的第一航下要坐shuttle bus 就等了差不多20分钟 车子才来 我们这个shuttle bus坐好久 是不是要开上高速公路了 上车之后还等了10分钟 车子才开 然后又坐了大概5到10分钟 看到都攀杂了 A8AR看到了 我们要去L06 这边已经是Terminal 2了 因为我们住在汉堡 我跟老公回台湾最常坐的路线 就是搭德航飞法兰克福 然后再转华航从法兰克福直飞桃源机场 这是我跟老公觉得最方便迅速的路线 多年来我也搭过别家航空 在杜拜阿姆斯特丹维也纳或是慕尼黑也转机过 但是我们可能还是比较习惯在法兰克福转机 好后悔喔 应该来这边吃的 应该这边看起来很棒 至于机票哪里买最便宜 我们是直接在航空公司网站上买的机票 每次运气都还算OK 今年老公碰巧看到长荣从慕尼黑直飞桃源机场的价钱还不错 我从来没有搭过长荣航空 想说可以试一下 我们大概是出发的半年前买的票 下了捷运还要继续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达我们的gate 下面那边好像很多东西可以吃 还好我们转机的时间有三个小时 足够让我们折腾这么久才可以找到登机门 在等待登机的时候看到电视上的德国新闻 我们在报道台湾有台风 今年暑假我们回台湾的来回机票 三个人总共是3500欧元 小孩子的机票跟大人一样价钱 因为他们两个都已经不是baby了 所以平均一个人大概38,900块 要39,000 我们是7月中回台湾的 先来吃一点小品牌 暑假期间可以订到4万块以下的来回机票 已经算是挺不错了 跟航空公司买机票的时候 如果你有特殊的饮食需求 比如说想减肥或是吃素 或是吃不含乳糖不含肤脂的 或是你在空服员准备餐点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饥饿很想要赶快先吃到 就记得要在航空公司的网站上面点选特别餐 我这次点了海鲜餐跟吴肤脂两个特别餐 另外一个保持正常 你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海鲜餐 这个是海鲜 那有米耶,好棒喔 这个是gluton fly 这个就是吴肤脂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米的 米做的米 面包 它有鱼耶,好棒喔 这什么 卡托芬跟鱼啊 沙拉跟水果 我觉得它有这个牙线棒很贴心耶 这次坐船游航空 发现它的餐具包里面还有牙线棒耶 超贴心的 经济舱厕所里面还有牙膏牙刷跟眼罩可以取用 我也觉得超棒的 虽然我自己都有戴 我搭飞机的时候如果时间太长没有刷牙的话 我会有点牙痛 所以我都会记得在我的化妆包里面放 牙膏、牙刷跟牙型棒 他们的厕所还蛮好的耶 你看他们还有牙刷 然后还有这个 睡觉的眼罩 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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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 我刚刚有在这边刷牙耶 还蛮好的 我刚刚这个空谷也好有热情喔 另外关于转机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亲友的经验 有些人也许为了省钱 可以忍耐到某个机场转机等非常的久 二三十年前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也许我会愿意以时间换金钱 但是现在的我并不会这么做 我们有亲戚就是在转机的时候 要在机场等十几个小时 然而那个机场冷气很强 他们穿着短袖没有戴外套 大半夜在机场的椅子上睡 也睡得不舒服 还脚梁感冒了 到达目的地之后 因为身体不适 刚开始也没办法很尽兴的玩 一直到了一个多礼拜之后才康复 另外一个经验也是有亲友 订了去中国转机的行程 当初也是因为贪便宜 殊不知居然还要办台包证 而且行李必须要check out领出来 出境之后再入境 重新check in行李 再过海关过安检 才能上飞机 为了省钱搞得非常麻烦 差点上不了飞机 三明治或是香蕉 然后这个三明治是特殊的 就是gluten pie 无肤脂的三明治 弟弟选了香蕉 这香蕉有够冰的 姐姐起来了 我们的Oven Bro来了 这是早餐 这是早餐 香蕉有种 从这两个亲友的例子 一个是牺牲了健康 另外一个例子 把自己搞得很紧张 冒了很大的风险 为了省钱你觉得这样子值得吗 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 它很考量不一样啦 以我个人来说 我会觉得既然都要出国了 健康安全少风险 一定是我最重要的考量 为了省钱打自己弄的筋皮力竞 我是觉得很不值得 今年暑假我很开心 我91岁的阿嬤终于想通 出国就是要做商务舱这件事情 这改变也是历经了十多年 以往每次阿嬤要来德国 我们帮她订机票的时候 我们会擅自做主帮她订商务舱 因为我觉得阿嬤脊椎开过道 有装支架 加上她的年纪 做经济舱会很辛苦 可是每次订了之后都会被她一直念 我们到台湾了 包括我妈妈一直 一直说要改成经济舱 都拿到行李了 阿嬤每次会说 阿嬤没那么老啦 身体用用啦 商务舱那样贵 没钱 我们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 去说服她要做商务舱 不要再改了 阿嬤一辈子都非常的努力工作 一直到82岁才退休 她跟我妈妈都是一辈子 兢兢业业拼命工作 努力赚钱的职业妇女 完全不是做不起商务舱 只是她们一辈子省吃 俭用习惯了 阿嬤愿意来欧洲旅游 我们其实也很愿意帮长辈出钱 但是她们每次都会加倍地 会还给我们 帮她出的旅费跟机票费 好热喔 天哪 我们这个月在台湾也拍了很多影片 之后也许可以聊聊 reverse culture shock 帮弟弟来吃水饺 我使小孩学中文的话题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观看与陪伴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哈喽 我们终于到台湾了 现在在等我们约好的机程车 是星期二十三号 柱子接我们 我们回到台北的家了 弟弟你叫我叫阿嬷 我要 来来来 好 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好 我们下次见